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好多关键的一些基础建设材料 包括一些人才 他都通过空运的方式给运过去 那么在这些运输过去的募资当中 什么最为重要的 蒋介石最看重的是当时的国库储备 说白了是黄金 从1948年年底 一直到1949年五六月份左右 这段时间 蒋介石把整个的中央国库 大概几百万两的黄金 都运到了台湾 要说这么大一笔钱 等于把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国库 都给办公 而这些钱呢 也恰恰是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 维持台湾政府正常运转的资金 那么他是怎么把这些黄金运过去的呢 有的人说那他是国民党一把手 那不一声令下说运就运过去 没那么简单 因为当时虽然蒋介石控制着国民党的一些金融大权 可是国民党内部呢 我们知道派系林立 斗争激烈 对这个时候要不要把黄金运到台湾 这个争议还比较大 另外一个当时国内的情况也很复杂 老百姓也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 对于这种提前把国库就搬空了这个行为 肯定是不能容忍 再加上运输过程当中当时处于战争年代 种种意外都可能发生 所以你就是一把手 你也不可能很顺利的把这些都按照你的安排全运过去 所以一定得采取的秘密运输的方式 可是这秘密运输应了中国一句老话 若想人不知充飞几磨碑 头一次运输消息就泄露 怎么回事呢 这是1948年12月1号 当时的蒋介石呢 命令他的得力部下 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与虎安排这个事 在上海外滩呢 用了一艘海关集死艇 名字叫海星号 在上海外滩挺好了 然后呢 让这个人酷了一些挑风 我们都知道咱们去过上海外滩的朋友知道 外滩边上那些建筑 就是过去的那些银行 当时国民党的黄金就都在银行这放着 就这么着 雇一些苦力 从这银行里面把黄金一箱箱运出来 运到这船上 然后拉走 这是1948年12月1号的晚上 那一次大概就运输走了有260万两 就当时占整个黄金储备的一半还多呢 本来讲你是以为这个事是神不知鬼不觉 所有人都不知道 安排的很秘密 当天外滩也是把整个这个灯火全给灭了 弄得黑咕隆咚的 偷偷摸摸就运走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早晨 1948年12月2号早晨 上海有家报纸叫自离稀报 头版头条登了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标题叫 中国所有的黄金 被以最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输 全部运走了 你琢磨琢磨这里头 中国所有的黄金运走了苦力 两次看到这报纸吓坏了 这谁发这个消息 这谁能知道这么详细 这要是内部人知道可坏了 为啥呢 你这运走了是刚起航 运到台湾还得几天 这半道航线要是内部人的话都知道了 那要派什么军舰派其他的 结一艘海关集死艇 那不很容易点事 这事出了可不是小事 讲的是赶紧安排手底的特务机关 到这自离稀报去打听 这消息从哪来 这个自离稀报不是中国人办的报纸 是英国人办的报纸 平常主要是以英美的角度 发表一些政论 就属于政治性很强的一张报纸 那么讲的是到那一调查派人才知道 他还放点心 这是个偶然事件 这个自离稀报报答这个消息 纯属是敢瞧劲 怎么回事呢 蒋介石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运金行动 竟然在事发第二天就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自离稀报到底是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因为48年12月1号这一天 从英国飞到上海 有一个自离稀报的记者 叫乔治瓦印 他飞到上海之后 就住在华茂饭店 就是和平饭店 就是外滩 边上哪个 现在这个上海还有 你要是有的朋友 到上海外滩旅游 你还能看着 这个乔治瓦印就住在这个饭店 他刚从英国飞过来 他这导食场 晚上就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怎么办呢 他就想正好吧 欣赏一下上海外滩的美景 咱们现在有的朋友 到上海外滩都知道 晚上在外滩喝咖啡 看着这灯火通明的码头 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那时候外滩风景就很不错 这乔治瓦印就起来了 反正也睡不着吧 可一出来 大大出乎他意料 外滩一往晚上灯火通明 可是这一个晚上黑咕隆咚的 只不远处就看着 有一束灯光很亮 这就是那个海关集资亭海信号 上面打的一束灯光 照着岸边 这瓦印离着不远的时候就看清楚了 挑夫 担着袋 上面有个小箱子 很沉实地往过抬 他再一看 这些箱子都是从外滩对面 中国银行里头 这挑夫络续不绝地往船上抬 这时候瓦印就明白了 就是白银也不可能那么沉 只有黄金那么点小箱就能那么沉 两个条铺挑着挺费劲的 所以他这时候瓦印站着站了一会儿 一箱箱查 他发现这是要把国库搬空了 这是国民党在行事不利的情况下 感觉到上海受到威胁了 赶紧把国库搬空 都往台湾运 那肯定呢 这乔治瓦印呢 有一定的政治素养 人家常年搞着报道 所以一下子就推测到了其中的官窍 第二天就发表了 尽管他这发表不要紧呢 国内其他家报纸纷纷转载 要说一个老外办的报纸 写这个 有的人可能不信 这所有报纸都转载了 这下坏了 这国内的呼声就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讲的是运走这些黄金 有一大半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你给这么就弄走了 大伙谁也不踏实了 说怎么是血汗钱 这涉及到当时国内的金融形势 涉及到这种新的货币金元券 金元券是什么呢 原来是个1948年的时候 这打内战 国民党国统区里头啊 那个已经通货膨胀的不得了了 钱不值钱了 那时候的钱叫法币 那法币干嘛呢 就你去领公司 是能领一推车法币 但这一推车法币 不一定能买了一袋粮食 这个后来讲的是一看不行 改发金元券 那这我们大伙记得有块板书吗 说这要饭呢 问你为啥要饭呢 要饭拿着数来保着板去 你问我为啥要了饭呢 这个不能把我怨的吗 蒋介石打内战 法币改成金元券的吗 由一百了个到一千的吗 由一千的个到一万 经济压破民遭难 这个因此我才要了 我上街买了二斤面 这个票子花了三斤半 这过去数来保障 就是那个时候通货膨胀的真实介绍 假如是一看这法币 老百姓花就毛的不得了了 赶紧吧 推出新的破币金元券 这个金元券呢 那比法币要值钱多了 哎 票面的价值比那高多了 然后规定呢 不光是法币要兑换金元券 老百姓手里头的黄金 白银外汇 通通过对称金元券 你要敢留下的 超过四八年 十月份这个日期 一律没收 那个时候上海滩呢 好多人就投资理财意识 家家都有点黄金 但是一看蒋介石发热争令 不敢了 赶紧就就就 能对就对了 就这么着呢 蒋介石从全国大概呢 收上了一百八十万两黄金 光上海就将近一百万两 那么你现在要把这些 储存的黄金都运走 这不就意味着金元券 就没有了基本的储备金了吗 这大伙都毛了 这是赶紧吧 我要求金元券 到银行再把黄金兑回来 这个民意呼声要求太高 简直一看这也不行 现在行吧 就允许你兑 怎么兑呢 两千金元券兑一两黄金 这已经比当初发行的时候 这低了好多倍了 这都就这其实也是通货膨胀 可是老百姓那么想 这金元券转眼间 跟废纸一样不值钱了 我能对付点对付点吧 所以大伙呢 就都跑到上海外滩这块 南京路这一带的银行 到这来对了 你想想那么多人产生恐慌心理 这几对的话 这可不得了 上海外滩 拢了有几万人在这排队 到这中央银行 没口兑黄金来 可是这么下去不得了 人太多了 终于发生了踩踏事故 踩死了七个人 伤了五十多个人 蒋介石一看正好接这机会 不对了 出事了 可这下老百姓也不干了 你把我们钱刮上去了 又用通过膨胀的方式 把我们收走 这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 那恨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蒋介石可真是内忧外患 里边经济搞成这样 外头再对共产党军队打仗是节节溃败 辽审战役又是淮海战役的 一仗接一仗打败仗 所以这个时候蒋介石也扛不住了 只能借着普洋下旅 当时正好呢 副总统李宗仁的贵心 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蒋介石得了 我顺婆下旅吧 李宗仁当上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 可是下台是下台 蒋介石实际上还掌握着 国民党内部的巨大权力 那么运黄金这事 在他从来就没停止过 面对多方面的压力 蒋介石选择了下一人 但是逆运黄金的行动 却并没有停止 那么他是如何继续运走了 国库中授余的黄金呢 黄金这事在他从来就没停止过 他继续命自己的手下 合力助手中央银行的总裁 于洪军来承担这个事 前面我们说海星号 运走了260万两银 260万两黄金 剩下这一半怎么运 蒋介石想个办法 你再像过去那样 你说我直接运走了 那还了得 大伙都盯着呢 所以他想个办法 让这个部队的 军队的财政署长 写个申请 军费比较紧张 要预支军费 然后呢 再由这个于洪军 中央银行的总裁来审核 审核完了之后 准许预支军费 这黄金除了 由蒋介石的儿子 蒋介石带办这事 把这笔黄金运走 可是这么运作费了尽 为啥 第一个不敢再用海关的船 海关呢 当时蒋介石考虑 为什么用海关船呢 他不敢用军队的船 不敢用军舰的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海军 有不少起义的 造反了 投共产党了 蒋介石害怕 第二个呢 这个海关的船呢 不少都外国人管 外国人有个原则 我不干涉你内政 我给你干完活 收你钱 拉倒 有时候甚至就索性上船 民间的船 但是这样运 还不敢一次运太多 得化整为零 一次运点 一次运 有时候运几万两 有时候运十万两 这么一点点的 可是就这么弄 也难保不出事 因为那个时代 鱼龙混啊 什么人都有 你看49年5月份 最后一波 这个黄金网国云 大概有十几万两 当时已经没有什么 军舰飞机可用了 只能用商船 蒋介石没招了 把它塞到一栋商船 这商船呢 叫汉民伦 搁到这上面 然后呢 由当时的 害了一个德力手下 叫姜维伦 来监管这个 可是这个船的 船老大 一开始信誓旦旦 你放心 党国交给我的任务 我坚决完成 结果这个汉民 载着这个 十几万两黄金 向台湾进发 当然这个汉民轮 上面人呢 挺多 这是个正常的 就是运输 客户的这么一个客轮 这个上面人是什么 多数都非富即贵 据说这个轮船的船票 没有十两黄金 你都买不来一张船票 所以这船人也非富即贵 都挺了不得的 这个船开到半截的时候 这船老大找这个姜维伦 那长官我跟你商量点事 你看这天下大乱 大势已去 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傻了吧唧的 就把这个满船的黄金 就运到台湾去了 我给您出不主意 咱们从这一道 有不少小岛 咱只要这舵稍微一歪一歪 咱哥俩就上了那岛上 上了那岛上 这钱就是咱哥俩 咱俩就做接音导主 你看怎样 这姜维伦一听心里咯噔 这船老大是要造反的 姜维伦不动声色 啊好啊 这事我考虑考虑 哎 船老大一看有门 还要答应 乐和走了 这时候姜维伦让十二个手下 四个人一组 三班倒 就给我看出这船老大 你给我老实行船 也要敢稍有动静 抢兵 就这么着幸亏 在这种设施之下呢 一路是还没事 还把这运到 所以说这船差点出事 也有真出事的 这是四九年二分的事 当时国民党呢 有一艘王牌的军舰 叫崇晟号 一直呢 在长江口岸那儿停着 在江音那儿停着 随时准备呢 长江沿线的布防 和战争 可是蒋教师有一天 想调动这个崇晟号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崇晟号失踪了 不知道哪儿去了 赶紧找 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 这崇晟号停我在 辽东的葫芦岛 在那个港口的 说怎么跑那儿去了呢 崇晟号这艘国内 低音级巡洋舰 曾经让蒋介实行以为傲 但这一次的神秘失踪 却让他异常愤怒 重庆号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原来这个重庆号上啊 总共有六百多官兵 这里头有二十多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组成个起义小组 就要把这重庆号弄走 投靠共产党 可是他们本来打算二十多人太少 他六百多官兵了 准备再在地下发展发展 多发展几个党员 让更多的官兵起义 可没想到呢 国民党的这个海军突然下令 让这重庆号的逆流而上 这下全上这二十多个党员慌了 为啥呢 如果逆流而上 往上走 比方南京武汉这些地方到了 那周围都是国民党军队 你就是起义了 你这军舰也开不到共产党统论兵 所以这几个党员琢磨琢磨 平时走险吧 得马上动手了 怎么动手呢 他们准备了两手方案 先得把这舰长拿下 如果这个舰长反抗 或者船上兵不干 他们又准备了足够炸药 把这军舰炸尘 咱们谁别活 结果没想到起义进行的意外的顺利 这个舰长叫邓赵翔 是个爱国将领 老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满意 想投靠共产党苦于门 没有门路 一看 这起义的人找着他 送上门去 乐不得 好好好 我带头起义 你想这还不顺利吗 舰长带头 就这么的 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把这重庆号从长江口开出去 一直北上 一路上没有任何阻挡 开到葫芦岛 等蒋介石知道这事以后 气得暴跳无雷 派出八九架 B24轰炸机 给我去轰炸这个 重庆号 坚持给他炸沉 那时候咱们共产党军队 还没有水面上的保护能力 为了避免这个重庆号被炸沉 开炸放水 把这个重庆号就沉到葫芦岛边上的水域底下来 这是四九年的事 等过了三年五二年的时候 把这个船打捞上来 还能用 结果一查船舱里边发现 里头有三十万两黄金 还有一些银元 这就明白 蒋介石当初为什么下那么大力气 派这个B24轰炸机来炸来 他这个重庆号本来随时准备着 把这三十万两黄金运到台湾 结果没等运的 这边起一头城了 蒋介石想法 宁可这些东西 我都扔它 也不能给共产党啊 这是我的敌人呢 所以蒋介石 派B24轰炸机来炸 意思炸沉了 就是把这黄金干脆 也都炸没了得了 连军舰带黄金 所以这时候到52年 我们才明白 蒋介石为什么对这些 对重庆号军舰下这么大力气 所以你看当时围绕着运这笔黄金呢 费得进老大 说这有多少黄金呢 当时围绕着运这笔黄金呢 费得进老大 说这有多少黄金呢 几百万两就是个叙述 实际上当时国库蒋介石运走的是 450万两黄金 加上一些银员 还有些外汇储备呢 搁到一起呢 能值黄金七百万两 那么这些陆陆续续 大多数都被讲是运到台湾 说运到那头干嘛去了 咱就说这450万两黄金吧 其中的这个有200万两 用来军队建设 因为那时候蒋介石还梦想着 法公大陆呢 光复大陆呢 还琢磨这事呢 所以他军费开支挺庞大 有200万两用在军队上 那么当时蒋介石到台湾呢 得重新整理一下台湾的这个金融流通 就发行了现在我们也常见的新台币 这新台币发行的时候呢 蒋介石又拿出80万两 作为这个货币储备金 这个概念咱们现在可能有不少朋友 总能听说 上调这个央行储蓄汇率 上调什么准备金利率 这个准备金就指这个 为什么要用准备金呢 就你为啥能发这货币呢 这货币背后都有黄金做储备 等值的黄金发等值的货币 如果你多发呢 就通货同让 老百姓对货币的这种认知呢 是来自于你能值多少黄金 黄金是硬通货吗 所以新台币一发 很多这个台湾的老百姓琢磨 这会不会才像以前法币金元券似的 我还得试试 我拿着新台币到银行兑黄金去 哎 一兑好使 你承诺多少量 咱就能兑出多少量 所以时间一长 门就对了 为啥 对新台币信任了 所以这80万两黄金起到了 稳定台湾金融秩序的作用 你再加上那些外汇和银元 讲的是从大陆带过去200万人 你这些人不得需要钱安置吗 所以这黄金银元外汇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那些银元和外汇也被用来购买一些基础设施 使台湾的经济建设一点点趋于稳定 所以运出这些黄金 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蒋介石政府这么些年 那么这些年也有一些论调 说这个黄金没用过去 谁说呢 2004年李登陆说 说当年的黄金没用过来 那几百万两个都在海上沉船了 他说的是49年 那个太平轮事件 太平轮当时有近千人在那次海难事故死亡 挺惨的一件事 可是太平轮上面只有一点银元 没有黄金 这已经是被历史定论着 而李登辉这种说法呢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为了粉饰历史 混淆视听 就这些年 我们随着这国民党一些机密文件的解密 蒋介石日记的公开 再加上对历史人物的采访 今天我们说这些 就是在这个三者的基础上 梳理出来了一条 蒋介石运送黄金到台湾的一个主线故事 所以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还得庆幸这笔钱呢 没有被别的国家弄起 他不管怎么说 台湾和大陆这意识形态上有些对立 可是总的来说都是炎黄子孙 这笔钱呢 也没有落入贪官的腰包里 也是用来做台湾的基本经计建设 所以从这点来说呢 算是战争年代留给我们不幸中的惯性了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说的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川老大是要造反的 江湾还不动声色 好啊 这事我考虑考虑 川老大一看有门 还要答应 乐和走了 这时候江湾还让十二个手下 四个人一组 三班脑子 我看出这川老大 你给我老实行船 也要敢稍有动静 枪毙 就这么着幸亏 在这种设施之下呢 一路是还没事 还把这个运到 所以说这一船差点出事 也有真出事的 这是四九年二分的事 当时国民党呢 有一艘王牌的军舰 叫程庆号 一直呢 在长江口岸那儿停着 在江湾那儿停着 随时准备呢 长江沿线的布防 和战争 可是蒋介石有一天 想调动这个重庆号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重庆号失踪了 不知道哪儿去了 赶紧找 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 这重庆号停着 在辽东的葫芦岛 在那个港口的 说怎么跑那儿去了呢 重庆号这艘国内 顶级巡洋舰 曾经让蒋介石寅以为傲 但这一次的神秘失踪 却让他异常愤怒 重庆号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原来这个重庆号上啊 总共有六百多官兵 这里头有二十多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组成个起义小组 就要把这重庆号弄走 投靠共产党 可是他们本来打算二十多人太少 他六百多官兵了 准备再在地下发展发展 多发展几个党员 让更多的官兵起义 可没想到呢 国民党的这个海军突然下令 让这重庆号的逆流而上 这下全上这二十多个党员 也慌了 为啥呢 如果逆流而上 往上走 比方南京武汉这些地方到了 那周围都是国民党军队 你就是起义了 你这军舰也开不到共产党统论队 所以这几个党员琢磨琢磨 平时走险吧 得马上动手了 怎么动手呢 他们准备了两手方案 先得把这舰长拿下 如果这舰长反抗或者船上兵不干 他们又准备了足够炸药 把这军舰炸沉 咱们谁别火 结果没想到起义进行的意外的顺利 这个舰长叫邓赵翔 是个爱国将领 老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满意 想投靠共产党苦于没有门路 一看 这起义的人找着他 送上门去 乐不得 好好好 我带头起 你想这还不顺利吗 舰长带头 就这么的 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把这重庆号从长江口开出去 一直北上 一路上没有任何阻挡 开到葫芦岛 等蒋介石知道这事以后 气得暴跳如雷 派出八九架 B24轰炸机 给我去轰 可是下台是下台 蒋介石实际上还掌握着国民党内部的巨大权力 那么运黄金这事在他从来就没停止过 面对多方面的压力 蒋介石选择了下野 但是密运黄金的行动却并没有停止 那么他是如何继续运走了国库中剩余的黄金呢 黄金这事在他从来就没停止过 他继续命自己的手下 得力助手中央银行的总裁 于洪军来承担这个事 前面我们说海信号运走了二百六十万两银 二百六十万两黄金 剩下这一半怎么运 蒋介石想个办法 你再像过去那样 你说我直接运走了 那还了得 大伙都盯着呢 所以他想个办法 让这个部队的军队的财政署长 写个申请 军费比较紧张 要预支军费 然后呢再由这个于洪军中央银行的总裁来审核 审核完了之后是准许预支军费 这黄金出来 由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带办这事 把这笔黄金运走 可是这么运就费了尽 为啥 第一个不敢再用海关的船 海关当时蒋介石考虑为什么用海关船 他不敢用军队的船 不敢用军舰的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海军有不少起义的 造反了 投共产党了 蒋介石害怕 第二个呢 这个海关的船呢 不少都外国人管 外国人有原则 我不干涉你内政 我给你干完活收你钱 拉倒 有时候甚至就索性伤船 民间的船 但是这样运还不敢一次运太多 得化整为零 一次运点 有时候运几万两 有时候运十万两 这么一点点的 可是就这么弄 也难保不出事 因为那个时代 鱼龙混的 什么人都有 你看49年5月份 最后一波 这个黄金网国云 大概有十几万两 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军舰飞机可用了 只能用商船 蒋介石没招了 把它塞到一栋商船 这商船呢 叫汉民伦 搁到这上面 然后呢 由当时的派了一个得力手下 叫江维同 来监管这个 可是这个船的船老大 一开始信誓旦旦 你放心 党国交给我的任务 我坚决完成 结果这个汉民载着这个 十几万两黄金 向台湾进发 当然这汉民轮上面人呢 挺多 这是个正常的 就是运输 客户的 这么一个客轮 这个上面人是什么 多数都非富即贵 据说这个轮船的船票 没有十两黄金 你都买不来一张船票 所以这船人也非富即贵 都挺了不得的 这个船开到半截的时候 这船老大找这个交给他 长官我跟你商量点事 你看这天下大乱 大势已去 等蒋介石知道这事以后 气得暴跳如雷 派出八九架 B24轰炸机 给我去轰炸这个 崇敬浩 坚持给他炸陈 那时候咱们共产党军队 还没有这个水面上的 保护能力 为了避免这个崇敬浩 被炸沉 开闸放水 把这个崇敬浩 就沉到葫芦岛 边上的水域底下来 这是四九年的事 等过了三年 五二年的时候 把这个船打捞上来 还能用 结果一查船舱里边发现 里头有三十万两黄金 还有一些银元 这才明白 蒋介石当初 为什么下那么大力气 派这个B24轰炸机来炸来 他这个崇敬浩 本来随时准备着 把这三十万两黄金 运到台湾 结果没等运的 这边起一头成了 蒋介石想法 宁可这些东西 我都扔它 我也不能给共产党 这是我的敌人 所以蒋介石 派B24轰炸机来炸 意思炸陈了 就是把这黄金干脆 也都炸没了得了 连群舰带黄金 所以这时候到五二年 我们才明白 蒋介石为什么对这些 对崇敬浩军舰下这么大力气 所以你看当时围绕着运这笔黄金 费得尽老大 说这有多少黄金 看当时围绕着运这笔黄金 费得尽老大 说这有多少黄金 几百万两就是个叙述 实际上当时国库蒋介石运走的是 四百五十万两黄金 加上一些银元 还有些外汇储备的搁到一起 能值黄金七百万两黄金 那么这些陆陆续续 大多数都被蒋介石运到台湾 说运到那头干嘛去了 咱就说这四百五十万两黄金 其中的有二百万两 用来军队建设 因为那时候蒋介石还梦想着 反共大陆的 光复大陆的 还琢磨这事呢 所以他军费开支挺庞大 有二百万两用在军队上 那么当时蒋介石到台湾呢 得重新整理一下台湾的这个金融流通 就发行了现在我们也常见的新台币 这新台币发行的时候呢 蒋介石又拿出八十万两 作为这个货币储备金 这个概念咱们现在可能有不少朋友 总能听说 上调这个央行储蓄汇率 上调什么准备金利率 这个准备金就指这个 为什么要用准备金呢 就你为啥能发这货币呢 这货币背后都有黄金的储备 等值的黄金发等值的货币 如果你多发呢 就从不从让 老百姓对货币的这种认知呢 是来自于你能值多少黄金 黄金是硬通货吗 所以新台币一发 很多这个台湾的老百姓琢磨 这会不会才像以前法币金元券似的 我还得试试 我拿着新台币到银行兑黄金去 哎 你兑好使 你承诺多少量 咱就能兑出多少量 所以时间一长 门去对了 为啥对新台币信任了 发展发展 多发展几个党员 让更多的官兵起义 可没想到呢 国民党的这个海军突然下令 让这重庆号的逆流而上 这下全上这二多个党员慌了 为啥呢 如果逆流而上 往上走 比方南京武汉这些地方到了 那周围都是国民党军队 你就是起义了 你这军舰也开不到共产党统治区 所以这几个党员琢磨琢磨 平时走险吧 得马上动手了 怎么动手呢 他们准备了两手方案 先得把这舰长拿下 如果这舰长反抗 或者船上兵不干 他们又准备了足够炸药 反正就念炸陈 咱们谁别活 结果没想到起义进行的意外的顺利 这个舰长叫邓赵梁 是个爱国将领 老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满意 想投靠共产党苦于门 没有门路 一看 这起义的人找着他 送上门去 乐不得 好好好 我带头起 你想这还不顺利吗 舰长带头 就这么的 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把这重庆号从长江口开出去 一直北上 一路上没有任何阻挡 开到葫芦岛 等蒋介石知道这事以后 气得暴跳舞雷 派出八九架B24轰炸机 给我去轰炸这个 重庆号 坚持给它炸沉 那时候咱们共产党军队 还没有这个水面上的保护能力 为了避免这个重庆号被炸沉 开闸放水 把这个重庆号就沉到葫芦岛 边上的水域底下来 这是49年的事 等过了三年 五二年的时候 把这个船打捞上来 还能用 结果一查船舱里边发现了 里头有三十万两黄金 还有一些银元 这才明白 蒋介石当初为什么下那么大力气 派这个B24轰炸机来炸来 他这个重庆号本来随时准备着 把这三十万两黄金运到台湾 结果没等运的 这边起一头城来 按蒋介石想法 宁可这些东西 我都扔它 我也不能给共产党 这是我的敌人呢 所以蒋介石派B24轰炸机来炸 意思炸陈的就是把这黄金干脆 也都炸没了得了 连军舰带黄金 所以这时候到五二年 我们才明白 蒋介石为什么对这些 对重庆号军舰下这么大力气 所以你看当时围绕着运这笔黄金 费得进老大 说这有多少黄金 当时围绕着运这笔黄金 费得进老大 说这有多少黄金 几百万两就是个虚数 实际上当时国库蒋介石运走的是 四百五十万两黄金 加上一些银员 还有些外汇储备 搁到一起 能值黄金七百万两 那么这些陆陆续续 大多数都被蒋介石运到台湾 说运到那头干嘛去了 咱就说这四百五十万 恰恰是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 维持台湾政府正常运转的资金 那么他是怎么把这些黄金运过去的呢 有的人说那他是国民党一把手 那么一声令下说运就运过去 没那么简单 因为当时虽然蒋介石 控制着国民党的一些金融大权 可是国民党内部呢 我们知道派系林立 斗争激烈 对这个时候 要不要把黄金运到台湾 这个争议还比较大 另外一个当时国内的情况也很复杂 老百姓也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 对于这种提前把国库就搬空了 这个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 再加上运输过程当中 当时处于战争年代 种种意外都可能发生 所以你就是一把手 你也不可能很顺利的把这些 都按照你的安排全运过去 所以一定得采取的秘密运输的方式 可是这秘密运输 应了中国一句老话 若想人不知 充飞几磨杯 头一次运输 消息就泄露了 怎么回事呢 这是1948年12月1号 当时的蒋介石呢 命令他的得力部下 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 一会儿安排这个事 在上海外滩呢 用了一艘海关集死艇 名字叫海信号 在上海外滩挺好了 然后呢 让这个人雇了一些挑风 我们都知道 咱们去过上海外滩的朋友知道 外滩边上那些建筑 就是过去的那些银行 当时国民党的黄金 就都在银行这放着 就这么着 雇一些苦力 从这银行里面 把黄金一箱一箱运出来 运到这船上 然后拉走 这是1948年12月1号的晚上 那一次 大概就运输走了有 260万两 就当时占整个黄金储备的 一半还多呢 本来讲的是以为 这个事神不知鬼不觉 所有人都不知道 安排的很秘密 当天外滩也是 把整个这个灯火全给灭了 弄得黑咕隆咚的 偷偷摸摸就运走了 可没想到 第二天早晨 1948年12月2号早晨 上海有家报纸 叫自离西报 头版头条登了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标题叫 中国所有的黄金 被以最传统的方式 苦力运输 全部运走了 你琢磨琢磨这里头 中国所有的黄金 运走了 苦力 两次看到这报纸 吓坏了 这谁发这个消息 这谁能知道这么详细 这要是内部人知道可坏了 为啥呢 你这运走了 是刚起航 运到台湾还得几天 这半道航线 要是内部人的话 都知道了 那要派什么军舰 派其他的 结一艘海